我今早的主題講的是 人人都在宣教上有份 首先我是會認我自己的宣教的影片 但請你不要在外面宣傳我所做的事 你看到這個宣片 只是一些環燈來的 讓大家感受到在宣教的地方 他們的需要 和我們可以有的影響 但有些人說我不是傳導人 我可以做什麼呢 其實不一定要傳導人 每一個信徒都可以為神做這麽大的事 這位第一輩就是我的太太 她現在在後面 她就和我洩露了 所以就沒有和我做的事 這些是他們在這裏 自己建的教堂 自己修理 教堂倒閉了 那些學生 那些受學生來的 他們在這裏 做完又 他們是很勤苦的 這個就是他們的小學生來的 這個小孩子 他是軟骨病的 他不單是傳導 亦都是去靠房 而且這個人的腳是 你先說我的腳是爛了的 這個黃河 你不知道 這個真是 我看到有很多很漂亮的景色 亦都有很多很骯髒的地方 非常多骯髒的地方 他們很多時候 他們都會有主色的 這就是一年青年人 就是一個教會他們的青年人 有些人有時 他們很感動 神父 感動他們 這些是我不同的地方的教堂 這是我太太在 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其實不同的地方都有去的 這些是神學山來的 我專注在神學山的維尼 如果可以的話 因為神學山應該是比較大的 這些那些橋 他們自己搭的橋 那些爛泥路 普通的孩子 走不了 你看看 我們走出來的那個 那些泥路的情況很嚴重 我今天的信息就是 在宣教上 每一個人都有份的 不僅是牧師的 因為耶穌吩咐 不僅是牧師去傳導的 你們要去 只要是作案門徒 是所有人的 有一天 神會問我們 我們有沒有去做神學我們做的事 我希望大家都會有這個心態 那我首先在這個時候會拍一個 現在是 如果大家知道的 鐵達尼號尋船100周年 在4月14號的時候 4月15號的時候 那裏面有一個人物 那時候說到鐵達尼號 很多人不知道 我口罩是嚇死了 謝謝 那很多人就沒有 不知道裡面發生的事 只是知道沉船 那些電影就 那個 荷里活哥的電影 拍到什麼 那兩對年輕人的戀愛 那這個其實跟那個沉船 不可以冷靜的 在一個沉船裡面 有一個人叫John Harper 一看哈帕 他是一個非常之勇敢 和有信心去報道的人 那他當時呢 他是和六歲大的女兒 六歲大 我未必看著你戴過頭 那時候 不過可能有時候你不死了 我自己是對你這樣 不是對你這樣 哈哈 對不起 他和他六歲大的女兒 和他自己的妹妹一起坐船 但是他想不到這一艘船 就是他最後一艘船的 唯一的親人 因為他的太太在他生了一個女兒 已經死了 所以他是可以 有可能是要求上這個救生船 但是他沒有這樣上 而他做什麼 就四位傳道 當時那些人都很搶著 就是個個都爭著上這個救生船 但是他就不想 因為他把救生衣給了一個人 他曾經向一個人傳呼音 他傳呼音的時候那個人不肯信 那他就說 那你需要這個救生衣多於我 因為他沒有信耶穌 他如果死了他就去地勇 所以你需要救生衣多於我 他在當時 其實如果你看這一套 應該是1997年那一套的鐵達尼號 是有場面拍到有些人在唱屎過的 其實這就是他當時在帶領 帶一些人去祈禱 認罪 悔鬼 四位去報道 即是在當時來說 他是很努力去做的 然後他在水裡面認救向人傳呼聲 在這個水中這個人 他初頭他不信耶穌 後來他就再一次 因為這些浪很大 他又將它湧開一些浪 已經很冷了 你想想 在那些冰的水裡面 那個人是會 就是越來越麻木的 那些水又將 John Harper 將它湧開了 湧開之後又回頭 他初來說不信 後來他說我信了 那麼就 這個人後來在幾年之後 他們有一個聚會 就是那些生還者的聚會 在這個聚會 這個不是基督徒聚會 只是那些生還者回來 說回那些大利是我的經歷 在講的時候 他說這個牧師 John Harper 就是 我是他最後一個大力信主 因為之後 他已經不行了 因為他太冷了 他不能夠在這麼冷的天氣之下 生存 但是他最後 初頭他不能信耶穌 但是後來他信耶穌 所以我們看到 John Harper 就是他有這種這麼憐憫的心 因為神將這個心放在他裡面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 神都救我們 我們覺得很無貴 我們會說有耶穌的救恩很重要 我們沒有想到 我們每一個人的影響力 當我想到這個人的時候 我真的心裡很感動 我們會不會想到 有些人為何會這麼犧牲呢 為何他會這麼願意去 那麼多個地方 去一些困苦的地方 困難的地方 因為他的心裡面 充滿著一種憐憫的心 有耶穌憐憐的心 因為耶穌很憐憐的人 所以差一點我們出去 因為耶穌看到有人 失喪的時候 他心裡面很傷心的 有一個基督徒 他有一個很特別的經歷 就是神用他去 上去天堂 帶他去天堂 又帶他去地獄 然後他回來 他寫了 講到天堂和地獄的情景 你在網上去搜尋 天堂和地獄 你會看到不同的文件 有不同的影片 有中文有英文的 這個人就講到他地獄的時候 看到耶穌和他在一起的時候 他說耶穌看到那些人 耶穌都在那裡走 因為耶穌是沒有憂傷 但是耶穌不可以救他們 當地獄的時候 已經不可以救他們 因為他在地上 沒有爭取這個機會 信靠耶穌做救主的時候 耶穌不能再叫他得救 但是耶穌看到他們失散 心裡的救是非常之憂傷的 我希望這裡每一個人 你都感受到耶穌對你的愛 祂很想你得救 很想你得到這個救恩 並且你去全人神的救恩 我們的生命影響周圍每一個人 我們轉一下雙眼 我們看到天堂很美好的 因為天堂真的可以享受神的愛 神的愛是可以經歷的 聖經裡面講到 聖靈將神的愛囂灌在我們心裡 我們是可以經歷神的愛 如果基督徒多祈禱 你會經歷到神的愛 你會經歷到神的平安 神的感動 也有不同的基督徒 在祷告的時候 會經歷到神的感動 和平安喜樂 有幾多人在這裡你要經歷過 親近神的時候 你經歷過感動 平安喜樂 請你舉高這個時候 很多人經歷過神 神會震神發 所以天堂更加好 是你真實地 全面性地影響神的 影響經歷神的工作 我們去天堂就是個美好 可以和神融化 可以經歷到神的愛 但是同樣地 地獄是非常痛苦的 有些人去過地獄 他形容那裡 極之痛 但又不能死 極之熱 但又不能死 以及想呼吸 需要呼吸 但又沒有空氣 所以在那裡 是好像 在那裡 好像窒息 但又想呼吸 但又需要空氣 但又不能死 身體整個人 是很累很累 是沒有力的 以及整個人 是很低沉 很絕望 但沒有希望 去到地獄的人 那種最痛苦的 就是 他永遠出回來 還有那種呼喊聲 是很淒厲的 曾經有很多人 他們曾經死過 救回 回頭 神給他們這樣的機會 去過天堂 或地獄 有些無神論者 有個無神論的醫生 他臨死的時候 他就說 不知道那些基督徒 跟我說的 會不會是爭的 真的有天堂 他心裡就很擔心 那死了 我現在如果真的 我死了 我去地獄 那怎麼辦呢 神是額外給他這個經歷 也都是當時 可能他有呼求耶穌 求你救我 當時他死了 是落地獄 他說是激到激到的痛苦 但是那時候 他又想到耶穌 你可不可以救我 讓耶穌給他的機會回頭 但不是每一個人 有這個機會的 但這個日回來的時候 有不同的無神論者 他們都信耶穌 被神改變 我自己都搜集了 這些網上的影片 因為我覺得 對人有很大的鼓勵 我希望大家 當你想到 你認識的朋友 你認識的父母 你的子女 你周圍的鄰居 如果他沒有耶穌 都是沉溫的 但那時候我們怕什麼 就是怕我們的面子 就是怕別人 看到我們的仇 說 啊 雖然耶穌這麼複狂 就會拒絕我們 我們就很害怕 因為我們害怕的緣故 我們就沒有讓耶穌 願意把耶穌告訴別人 我希望大家 真的心裡說 我們的面子重要 因為人的靈魂 人的靈魂重要 很多人 很多時候會很怕宣教 我想告訴大家 宣教其實不可怕 雖然有時候 宣教看到地方是很貧窮 但其實你的靈 是會被激勵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是不要懼怕 或者說沒有能力 我做了什麼 你親近神有能力 聖經經成的 每一個基督徒都有能力 但是很多時候 基督徒為什麼沒有能力 因為他沒有親近神 用人的方法 我形容很多基督徒 是有信仰分裂症 什麼意思呢 信耶穌得救 他信我 信耶穌會幫他 也會信 但從日常生活的仇 有困難 他就看見困難 即是在日常生活的時候 不能夠相信神在這個時候 幫助我們 不能夠相信神 能夠使用我們的生命 信一套 就是你有天堂 信這個神是真實 但在生活上 是完全跟從世人的方式 這樣的時候 是沒有能力的 神的方式 是叫我們今世 跟從神的路 不只是將來去天堂 是今天 跟神有一個密切的關係 我們才能夠能力 所以你 如果覺得沒有能力 你就是回到十年前 你肯用時間 經常去親近主 經常去親近神 你就有能力 或者逃避 很想逃避 這些太難了 太難了 其實我待會說 就是其實 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得到 每一個基督徒都可以做得到 有什麼做得到 第一代好 今早我見到 袁牧師帶給你們祈禱 我希望大家 不要只有一個星期 這個時候祈禱 我希望你在家裡會祈禱 你時事會祈禱 你想到什麼人 你會祈禱 但是祈禱不單是為人祈禱 祈禱第一 是親近神 讚美神 愛神 因為當我們讚美的時候 神一同在 臨在我們身上 就會更生我們的生命 以後我們為人祈禱 祈禱是很有能力的 耶穌很信 耶穌很信祂祈禱 耶穌很信祂祈禱 祂怎麼說呢 祂跟比德華 祂說 我已經為你祈禱了 叫你不止於失去信心 當你回頭之後 你要堅固你的弟兄 耶穌為比德祈禱 祂只要祈禱 祂要否認耶穌 但是耶穌對於祈禱 是很有信心的 祂知道祈禱是有功效的 我希望大家都相信 同樣神都聽我們的祈禱 但是越親近神 越遵從神的祈禱 神是越聽 而聖經也很記載 我們看到摩西 和薩摩爾聖的記載 他們的祖告 和大衛的祖告 神是特別講到他們祖告的能力 但是每一個基督徒 都有這個權兵 為什麼這麼多人 他沒有這個權兵 是因為他沒有捉住這個權兵 沒有相信 沒有跟神有這個密切的關係 聖經說什麼 二人祈禱所犯的力量 是大有功效的 當人親近神的時候 他的祈禱會有能力 我希望大家有這個信心 第二就是經濟支持 很多人他們的錢 埋藏在地裏 收藏在銀行 怕著日日不夠錢用 但是聖經告訴我們 神是會供給我們的需要 我們忠心樂意奉獻神 必定是回應的 所以我們奉獻 不要以為奉獻了之後是沒有了 很多人就死了 我奉獻了錢就沒有了 我在袋裏比較安全 很多人就很怕 收給那幾年錢 沒有錢怎麼辦呢 聖經裡面說 是告訴我們 我們忠心的 將十分之一 傳言送入 倉庫使我使神的加油量 以此事事 我是不是為你打開天上的窗戶 傾風與我們 甚至無處可用神 是答應的 在我生命裡面 其實我是一個很貧窮的家庭出生 我家裡是 周時是沒有錢的 因為賭博的緣故 我家裡是 可以忽然間 什麼錢都沒有了 那我呢 吃什麼呢 我吃過一些米 是飯糕米的 現在不能賣的 以前有賣的 一串一串的飯糕 有綠色有紅色的 黏在米上面的 可能年輕一點的 你會未見過這些 以前香港有賣的 那你就在這樣的情況下 豉油撈飯 這樣的情況下 長大 但是神會給我機會 去讀書很多 是完全沒有這個經濟的能力 當我信耶穌之後 我立刻十一奉獻 在一個貧窮的家庭裡 我們已經這樣做 因為我們 我真是相信 神是真神的 當我這樣 甘心樂意奉獻的時候 神就祝福我 我將很多需要的都賜給我 所有需要都賜給我 叫我能夠做神的工作 我都希望大家 能夠經歷到神的作為 你有沒有經歷過神的作為 有請你舉高的手 有幾個經歷過神 特別供給的 那爺主啊 你到處看 問題就是 你經歷過之後 你願意以後去相信 很多時候 今次經歷 下一次又擔心神了 我奉獻了 可能錢又沒有了 但我希望大家 能夠有這個信心 就是我們 今生樂意奉獻神 必定紀念的 精神支持 什麼叫精神支持 你鼓勵他 你用電郵 你用信 鼓勵宣教師去幫助他們 在各方面對他們有幫助 短孫 這個是很大的幫助 其實短孫對於我們的幫助更大 但它開門難精 短孫有很多方面 有些是服侍性的 但我希望大家 不要只做服侍性 你會做傳呼音性的 你去到短孫的時候 你見到有人去試試 跟他傳呼音 你幫助了人 當你去做的時候 你就發覺神 可以這麼大的使用力 我希望大家 你嘗試去做一下 不要說死了害怕了 哎呀死了怎麼辦呢 去到有些什麼問題 那怎麼辦呢 其實不用怕的 這麼多人用錢去旅行 為什麼你用錢去短孫呢 有些人說 我旅行我是舒服的 我是享受來的 但其實當你能夠 在宣教的時候幫助人 師匪仇更為有福 當你幫人的時候 你自己更加起立 然後在宣教場 你有不同的參與 不是每個人都做傳導人的 但我希望這麼多人去傳導 譬如他們需要在行政上 各方面的幫助 我們都可以去做的 在主要你關心的時候 是必定有途徑的 當你越做的時候 你就發覺你的生命越發揮 最後就是長孫了 希望神興起更多人 在有一個教會 是我以前服侍的群體 在曾經我以前服侍的群體 我帶領他們順主 匯改 更新 被神的靈更新 其中有些人 雖然他們人數不是很多 有兩個人出來是宣教士 他們去日本 當他們有輻射的時候 已經去了宣教 他們也每年有出去讀 短宣的 我自己現在 是長期做宣教 和在香港做訓練 在宣教地方做訓練工作 我們願意的時候 神都可以用我們 希望大家放膽 我鼓勵 首先是退休人士 你可以考慮你用的時間 可以用更多 但有些人不是退休人士 都不要緊 你放假 還你放假 你可以拿假 為何你不去做宣教的工作 就是在一些 總之你可以的時候 你願意的時候 神一定不用用你 好了 在這裏就講到 耶穌給我們的大使命 我們剛才是同學 在二十八章 十九節 十八節 開始 講到大使命 這裏講到 你們要去 神話 你們個個都要去 我想問你的問題 如果有一天 你在宮中的古代 或者現在中國古代 有皇帝的聖子來 聖子到了 要你做什麼事 你敢不敢為抗呢 或者今天有法庭的命令 來到你家 就說你哪一天 你要去法庭出現 你會不會為抗呢 我相信我們不敢去為抗 因為你為抗的時候 有法律的責任 我們會擔心 會怕 但是神的聖子來到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人可以覺得 沒事的 我記得有一次 我們上課的時候 在上課的時候 因為很長的 中間我們有個休息時間 那時間完了之後 那位老師就說回來了 那位學生就說 你是不是說真的 就是真的回來 他說不是啊 我叫你回來 只是叫你喝咖啡 就是他開玩笑 就是很多人說 當他說回來 回來是否就是 繼續去喝咖啡吃東西呢 有些人就是 心就是 當有個老師說回來 就會問他 是不是說真的 那位老師當然是說 我叫你回來 當然回來 你不是回來的 你去那裡吃東西 很多時候 神說的話 我們就當成這樣 神說你要去啊 我們就說 牧師要去 傳統要去 第二個要去 不過不是我 總是覺得 跟我們沒有關係 但是求主幫 我們看得到 就是我們是有責任的 我們是要去的 OK 下一張 這一個是 《彼得前書》二章九節 就是我們沒有讀的經文 我們一起讀 唯有你們 是被簡選的族類 是有歸諸的祭師 是成的國度 是屬神的子民 要叫你們宣揚 那照你們 將黑暗入其 尿光明者 你也行 這個經文呢 是比較特別的 為什麼呢 就是馬太夫 28章的經文 有些人說 你們是指十二門徒 因為當時耶穌是和十一個門徒 跟他講 也有可能 根本不止的 當時有不同的門徒一起 那這裡所講到 就是說 你們是被簡選的族類 是有君尊的祭師 聖的國度屬神的子民 是講到什麼人 屬神的子民 我們是不是屬神的子民 是的 即包括 包括不包括我們 是包括基督徒 每一個基督徒在內的 有時候我們就是覺得 大使命是給門徒 其實大使命當時是不止十二門徒的 其實有班門徒一起 耶穌給他們一個大使命的 而在這裡呢 就講到是給屬神的子民 即不只是某些人 有些人他覺得大使命只是給某些人的 但這個很明顯是屬神的子民 所有屬神的子民都是被簡選的族類 有君尊的祭師 我們都是祭師 是叫神和人 將人帶到神那裏 將神帶到人那裏 在聖結的光度 整個國度 你在神的國度裏面 我們相信耶穌就是在神的國度裏面 所有這些 我們這些都是屬神的子民 就叫我們做什麼呢 就是宣揚那 只要你們春黑暗又奇妙光明 只有一種味道 就是叫我們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去宣揚 所以這個使命很明顯是給所有的信徒 不只是給某些基督徒 馬太廿四章十四字 我們一起讀一下 傳到萬民的天下 對萬民作見證 然後耶穌才回來 即是說耶穌回來之前 第一樣的條件 就是福音要傳遍普天下 因為這個緣故 所以有不同的人 他們為這個經文祈禱 就是說福音要傳遍普天下 然後耶穌才回來 他們為這個祈禱 結果就開始這個十九世紀的宣教運動 就是有很多人 他們覺得是需要 需要將福音傳遍普天下 耶穌才回來 他們很想耶穌回來 他們就為這個祈禱 有他們的感動 就是一定要傳光 如果不傳光的時候 耶穌就不會回來的 其實之前都有宣教運動 但是十九世紀 是一個很強烈的宣教運動 以前都有不同的時間 宣教運動 但是十九世紀 是大規模的 現在到這個時代 都是很大規模的宣教士 我們在香港 很多人都參與宣教 我希望我們這個教會 都會更多 我知道你們都有段宣的 我希望你們更多更多的參與 讓耶穌回來之前 福音傳到普天下 好了 有很多人就說 啊 就是 很想逃避責任 他就說 就是當聽不到 當聽不到 就是好像媽媽要吃飯 那這個時候 有很多媽媽和爸爸 當你叫兒女吃飯的時候 通常那些兒女 是會馬上反應的 如果他很餓 他會馬上反應 或者 有些很特別的 好吃的東西 他就在廚房裡烤了 是不是 在那裡看一下 有什麼時候可以吃 但是如果普通吃飯 他在打遊戲機 看電視 你叫他吃飯 很久都不動的 就是很多時候 人是對父母的吩咐 是沒有什麼回應的 是不是 有時候會這樣 我們都會有試過 什麼情況 神對我們 叫的很多人都沒有回應 但是神經有警告的 我們不要當神的說話 是無盜的 為什麼呢 聖旨我們怕不怕 我們會怕 法庭的命令 我們怕不怕 是會怕的 但是神的聖旨 很多人是不理會的 在這個經文 我們看到 如果不理會的後果 馬仔坊28章26節 請到 主人回答說 你且有漢又懶的猛人 然後在後面三十節跳到三十隻 反正無用的猛人 雕在外面 黑暗裡 再把你必要哀謀前治療 這個無用的猛人 這個是五千、二千、一千兩 三個猛人 五千和二千我都去用了 一千我將他埋藏在地裏面 埋藏之後 然後主人就說 你是有漢又懶的猛人 我所給你的 你沒有用途 我想問大家 當你想一下 你的生命 你有沒有忠心去用呢 你有沒有忠心去發揮你的生命呢 如果今天耶穌回來 耶穌會說 你是有良善 有忠心的猛人 還是會說 你是有惡又懶的猛人 可能有些人說 我都做了些少的 我都在教堂搬一下 等的 我都有搬一下 我都有帶點食物回來 分享給人吃 但如果耶穌說大使命 因為大使命 就是神對我們最主要的使命 即所有基督徒最主要的使命 你必須要去 這是最大的使命 即基督徒的責任 最重要的 我們應該做的 就是他這個大使命 就是將福音傳出去 當然如果說到生命 最重要的是愛神 然後愛人 但那種職責 最主要是大使命 傳出福音 到底在這個大使命上 我們沒有忠心呢 有很多人就覺得 我傳過福音 那些人就不相信 所以我就不會傳 但這就是我們懼怕 傳福音要學習的 你要去操練 其實現在上網很方便 你可以學習很多傳福音的方法 我自己在網上都放了不同的影片 教人怎樣傳福音的 我自己也有很多不同的材料 你要學習 你才能熟習 無論什麼人 你都可以向他傳福音的 你不能夠說 我不會 所以我不做 我問你一個問題 那你會說 我快要結婚了 我不會煮飯 所以我不用吃飯 可以這樣 你不會吃飯 你一定會吃飯 你不會煮飯 你也要學煮飯 是吧 因為煮飯 吃飯是很重要的 在我們生命裏很重要的 但我們對傳福音的人 就覺得 哪有排第一百 是不是 基督徒武裝 傳福音排第一百 暫時讀書 是否最重要 很多東西很重要 但傳福音都排到 不知道排到第幾 這就是我們逃避責任 希望今天的信息 真是神的說話 透過今天的信息 向我們看的說話 我們有沒有逃避神給我們責任 逃避的時候的後果很嚴重 聖經裡面說到 是有很多人 耶穌說 不是千夫我主啊主人 都臨進天國 唯獨 遵行我天父子的人 才能夠進去 到那裡有很多人說 我不是奉利的名傳道 奉利的名趕位 奉利的名行義 但耶穌說 我從來不認識你們 你們這些作惡的人 離開我去吧 有一天 如果我們去到神面前身 你說信耶穌 但信耶穌沒有生命的改變 沒有影響你的生命的時候 我們就是信心沒有行為的死 好像有一點 我們不是靠行為得救 我們是信耶穌得救 我們信耶穌得救 我們信耶穌得救 但信心是否有行為 信心沒有行為死 但很多人就說 那些容易我就做了 但容易都很多人不做 很簡單 在教堂有沒有關心人呢 我問基督徒有沒有 他說 你教堂認識多少人 認識 或者有些好好的朋友就認識 但其他可能不認識 在教堂有沒有關心人 有沒有幫助人 更加清楚信耶穌 很多基督徒都沒有做 因為很基本 在教會裡面的關心 很多基督徒都沒有做 這些是屬於容易做的 但使命中最容易做的是什麼 在教堂關心 教堂裡面不同的人 鼓勵他們的信仰 他們有需要為他們祷告 有初來的去歡迎他們 向他們傳福音 這個東西是很重要的 我們首先在這個地方去傳福音 然後你才能夠出去 如果你這個地方都不做 你怎麼可以出去呢 我去過很多地方 也去過很多宣教的地方 我發覺很可惜的 很多基督徒去教堂的人都不認識 他說我去招呼他們 他只是來到教堂坐下來 坐完之後 他又回家 就是這樣信耶穌 有很多人這樣信耶穌 但聖經不是這樣教導 有一天我們來到神面前的時候 如果耶穌說你是有惡有難 在萬個動革人的時候是很淒涼的 我希望大家真的會悔趕 而走神的路是最好的 是有力量的 你一定會有力量的 下一個經文 黃耀匯回答說 黃耀匯回答說 這裡我們一起讀一下 馬太坊有五章寫 黃耀匯回答說 就是講到這些人 他沒有做在一個弟兄的身上 在這個教堂裡的弟兄身上 或者在外面的 有很多人 他們都是屬於天國的 神很想救他們 沒有做他身上 就是沒有做到耶穌身上 這些人是要往永認 那我不能夠說哪一個 我不知道哪一個 神知道 但是神是說了 不是稱呼我主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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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祈禱的 很多人都祈禱的 但是他跟耶穌有沒有關係呢 他沒有被耶穌改變 很多基督徒都沒有的 我希望大家都會去承認 真的有一天我們要站在神會台前 我和你都要的 你不可以說 我的牧師我傳道有傳道 我們交通有傳道 我們不可以這樣說的 神會問我們我們有沒有傳道呢 當我們站在神的台前的時候 如果你是空手的 你信心沒有行為的時候 有些人他還僅僅得救 但有些人是不得救 因為他是又惡又懶的牧人 他的財汗全部埋葬在地裡的時候 他的結局是很淒涼的 我希望大家不是這樣 我希望大家都說 我想做有良善有終生的牧人 你想想嗎 你可不可以和你隔壁的人說 我們要做有良善有終生的牧人 我們今天開始 做有良善有終生的牧人 想不想嗎 會不會有行動 完了之後可不可以關心一些人 不要只是關心某些東西 好嗎好嗎 就好嗎好嗎 那就完了 然後關心他的事情 為他祈禱 鼓勵他的信 我相信有些身來的 有些信用穩定的去幫助他 在我信主之後 因為我真的很肯定神 我信耶穌的 我是研究發覺 真的有神 真的有天堂有地獄 研究很多證據 所以當我信耶穌說很認真的 那我回到教堂 我就開始想 哇 死了 不知道教堂的人 是不是個個都很清楚 我自己這樣想 那我神就給我這些意念 就早點回來團契 就遲些走 早點回去做什麼 就跟他們聊聊天 問問他們 我發覺原來很多教堂的人 都不是很清楚自己 得不得救 我發覺這個事情 那我就開始去幫他們 越幫就越發覺 原來很多人都需要幫助 我一直做下去的時候 我說哇 全世界這麼多人都未清楚 信耶穌 就算教堂都有這麼多人清楚 那我真的要做神的 我做的事 所以我就在信主之後 沒多久我就決意做耶穌 因為神如果你願意使用我 我是很願意給你使用的 那我希望大家都會說 神啊 這裡有這麼多人 我們能不能關心這幫人 關心到周圍的人 關心到外面的人 關心到外面的人 關心到周圍我們的 在香港以外的人 能否將神的福音傳開 好 下一張 所以我們知名 不要逃避責任 因為逃避責任的後果 是很嚴重的 好了 那下一點就是 神很憐憫失喪的人 神妻我們 為什麼 因為他很憐憫我們 他很關心我們 我們下一張 那些經文 我們先讀過約拿書 第四章第五節開始 那講到約拿 初頭之前的情況 我想大家有些讀過約拿書 你會知道了 神差遣約拿去利利美城 去宣廣神的審判 其實他是宣廣神的審判 但是約拿不肯去 因為他知道神有一年有憐憫 當人悔鬼 神就會憐憫他們 就不會審判他們 因為利利美人那些亞術人 就是經常打以斯利人 他就很不喜歡那幫人 經常打我們神 你要救他們 約拿就不肯去相反方向 誰知道神就乘搭了船 神就乘起大個風浪 他就知道神是要搞他 即是神要搞起他 他就跟這些人說 你將我扔下海就可以了 那他寧願扔下海 其實他說 神啊我悔改了 那可能立即沒事 但他又不肯 我寧願扔下海 他又不肯去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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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以為跳進海便會死 神又不肯去海 神像那條大魚 又不肯去海 才吞到肚子裡 那個胃裡燒化 總之他在裡面不至於死 他進去裡面之後 神就保護他 他在裡面悔改了 悔改了 悔改了出來 這次聽話了 他來不肯去海 那時我有一位教授說 他說他進入魚圖 被魚的消化液刺過 他的皮膚就很亂 很淒涼 很熱 許嚕嚕很熱 那神就教他 做什麼事呢 就是他去到靈眉 其實他宣傳了這個悔改的信息 靈眉眉人真是悔改 起碼紅灰 個個都悔改 他自己又很心裏不服 他就特意的搭一坐牌 看你怎樣 那神就用了一個方法 令到他舒服一點 就安排一棵悲麻 一棵悲麻的種子落在那裡 接著刪了一棵悲麻 好可怕 刪得很快 這個悲麻 就遮住那個鵬 因為他的皮膚很敏感 所以他的皮膚很敏感 現在有悲麻他覺得很舒服 那神就給他看了 你覺得很舒服 你覺得很喜歡 但是後來發生什麼事呢 下一張 那神就教導他一件事 神就 你想一條蟲來咬這個悲麻 那個悲麻死了 死了之後 有很炎熱的東風來 那他就熱到不得了 即是中暑可能 中暑可能中暑 發昏 發昏的時候很辛苦 他就求死 因為他很賤 當善好賤 然後他就說 我死了比活著這麼好 那神就告訴他 你因為這顆悲麻 發怒對不對 他說我發怒到死也對 接著下面 神就跟他說 這顆悲麻又不是你做 又不是你栽培培養的 一夜發生一夜幹死 你都這麼愛惜,其實愛惜的不是一個秘密,是他自己 緊張他的舒服 但這個利利未成,那些不懂得分左右手 即是那些嬰兒、小孩、老人家 都有十二萬多,這麼多人都不能分左右手 那些正常人計算有幾十萬 還包括生畜,這裡讓我們看到神的愛生畜 所以神是給我們可以吃生畜 但是不要仰待生畜,不要仰待動物 因為神都愛動物 神講一件事就是 人體從自己多過周圍的人 就算那十二萬多,四萬多 不懂左右手,還有幾十萬的人 他們是很淒涼的,他們是沉淪的 神是憐憫他們 但他憐憫是我的皮膚 他現在受苦,他覺得很辛苦 他就好,他就求死了 但那幾十萬人他就不關心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基督徒都是這樣 我們關心我們自己的舒服 為什麼這麼多人不肯參與宣教 為什麼不肯支持呢 支持就怕錢,用了錢 去宣教就怕他的地方辛苦 即是我們就懼怕 但因為我們懼怕,而那些人會沉淪,我們不理會 或者我們不傳呼音,我們鄰居 我們有鄰居傳個呼音嗎 將來的一天,他在周圍審判的時候 我們每個人都要站在審判台前 在審判台前的時候 那些人會說,我認識你,你住在我旁邊 為什麼你那時候沒有告訴我,我聽歸耶穌呢 有一天,這些人都會跟我們這樣說的 我們的鄰居,我們的親人,我們的父母,我們的兄弟姊妹 我以前教堂有一些頂姊妹 他叫我們去,叫他父母傳呼音 不過什麼時候呢 他父母在病床,快點死的時候 他就叫我去 昏迷了,他說,牧師快點來 我爸爸快點死了 快點來傳呼音 他已經昏迷了,他已經在金證室 我跟頂姊妹說,你不要等到昏迷才叫牧師去 因為現在去 現在開牌機會 現在我們有好的見證 我們就能夠影響我們周圍的人 他主要幫助我們 在心裏有一種迫切的心 因為他們落地獄是很慘的 落地獄是一樣的 你想想,坐牢 如果要坐一年牢,是不是很辛苦 如果坐牢是火爐,是不是更加辛苦 但是地獄不是一年 地獄一百年之後都是一個開始 一千年都是開始,一億年都是開始 當你想想,神真是很恐怖 希望大家會很認真去看宣教 在本地和全世界不同的地方的宣教 下一張 如果你有憐憫我們就不會怕宣教 你憐憫你就不怕 我一死就死吧 因為我去宣教的生活起初的時候 我是打算這樣 如果有一天,什麼錢都沒有了 我就禁食祈禱上天堂 我想到最差,但其實神不會這樣 神不會這樣對待我們 但我自己想到最差 如果有一天有病 治癒了便醫癒 治不到便禁食祈禱又上天堂 都沒什麼所謂的 聽到心法裏身容死我所謂 因為今世的時間神很短 但神不會這樣 神是將很多好的人給我們 當我們肯走實路的時候 神將很多人給我們 接下來說到 你準備我們的生命很重要 很多時候我們去做 不只是做 是我們的生命的改變 這個說到 有一些凡十五章 就是 耶穌在下面的路是 第五節 耶穌說 我是真葡萄船 你們是知子 常在他裡面的 我都常在他裡面 這個人就是做言和辭 我們的生命一定是親近神的 在一個教會裡 如果我們想推行全道 想推行宣教 我們第一樣是要推行我們要親近神 讓神去改變 我们与神有这个密切的关系 神的同在会改变我们的生命 游远我们的生命 赐给我们联敏的心 人就有联敏的心 我希望我们当中的人都会说 神你这么美好 你这么爱我们 我当时想到神的爱 我真的觉得很感动 神经常照顾我们 一天二十四小时不断的照顾我们 不断的听我们的吐告 在我们的前后环绕我们 来按照我们的身上 不断的看着我们 神很大的爱 希望我们大家只想到神这么爱我们 很想和我们有生活的关系 我们都会和神有回应 你越亲近神 你就越不容易亲近神 你就越有能力 越不亲近神 亲近神就很难的 我是时时祈祷的 当我每一次祈祷 每一秒钟我一想到耶稣 我即时感受神的平安和能力最爱 每一次都可以的 每一次都有神的平安 起落进入我心中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 如果你越多亲近神 亲近神我们就越容易有能力 我们尝在祂里面 我们就多年果子 神就会将我们修理干净 修理干净 更加我们的生命中的问题 能够更多的处理 还有我们需要有圣灵干净 我们身上 我们怎样能够有圣灵干净 我们身上就越多套供 遵从圣经处理生命一切的罪 很多基督徒是怎样呢 信耶稣 你只需要头脑上线 生活用过普通人的方式 例如我讲一些价值观 普通人的价值观是什么 男大当分女大当嫁 这个当然如果神伟预理是好 但很多基督徒是不是要结婚的 就算我不信也要結婚,就算那個人並不知不好也要結婚 因為他說如果我不結婚,別人會笑我的 那時候他就是體重價值觀,世界的價值觀 有錢最重要,一定要有錢,這些是世界的價值觀 一定要有人看起我的,一定要有人接立我的,這些是世界的價值觀 很多基督徒信耶穌就信,但價值觀就不是神的價值觀 神的價值觀是什麼?神的路給人的路是好像天高過地 我遵從神,親近神,神會將很多福氣給我的 施比受夠為有福,我的生命要傳揚神的恩典 彰顯神的愛,彰顯神的榮耀,時事去關心人 這些是神的價值觀,聖經經經常都教的 怎樣去愛神,愛人,關心人,傳揚福音 不要看重自己的事,看重神的事,神的照顧他 這些是神的價值觀,神一定祝福我們的 當你處理我們的生命,真是跟從神的路 當你報告的時候,神就會改變我們的生命 我們的生命就有能力了,你的關於有能力 你分口都有能力的,你不要以為你沒有能力 你越多討告,你越遵從神,當你作見證的時候 你就有能力了 我見過有年紀大的基督徒,他們出來分享 我見過有些基督徒,信了很多年,但他們分享毫無力量 但有些基督徒,我見過他們年紀很大 但他們一出口,聽到他們裡面有火焰的新聞 因為他們看重神的事,因為他們跟神有這個關係 給神的靈感動,我希望大家都能夠給神的靈感動 以致我們有能力,從香港直到自己競作耶穌的見證 我們就不會沒有能力了,我們就變成有能力的人 有能力的基督徒,你就會嘗嘗喜樂,嘗嘗享受神的恩典 你都結出聖明的果子的事事,跟神有生命的關係 就會有平安、喜樂、人愛 充滿在我們的生命,湧流出來 我們的生命就將變神的憐 將變神的生命 人家看到我們就說,你真是充滿神的同在 好,還有練習,見到人就練習他 經常都說我可以做些什麼,不要想善底 也不要說我沒有什麼能力,不用這樣想的 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有能力 笑容都是一個祝福來的,對不對 可不可以跟你在旁邊笑一笑嗎 祝福你,這樣可以嗎 可不可以來教堂多些笑容嗎 可不可以對牧師多些笑容,他講到的時候有個笑容嗎 你越多笑容,你越多笑,人都會開心 越多開心,你會拍到周圍的 即是神喜歡我們練敏人 即是神喜歡我們練敏人 不只是叫我們做事 這個祭字好像做事 不只是做事 不只是給神,而是在行 即是生命上有改變 有練敏人的心 和全心謙卑各人看別人給自己強 雙贏,雙贏是什麼意思呢 很多時候人喜歡咬的,要贏個人 但是我們雙贏,大家都贏 鼓勵人,安慰人魚 有意見不同,不要跟人爭 去欣賞人的事,欣賞他的事 然後跟他講,不如我們又看看另一個意見好不好 大家一起去看 欣賞人的地方,我們同工就更加容易 同心合宴,有時候教會是這樣的 大家鬥爭的 A和B,要夠鬥 A比你更好,我做的事更好 B那些沒那麼好 每個人都比我鬥過 但如果我們處理生命 B,你有很多地方實在不用你 感謝主,欣賞人的地方 那自然互相欣賞就能夠配搭了 有個謙卑的心,體重 與喜樂的人要同浪 與哀悠的人要同酷 就是說我們的生命有連續的生活 感受人的不開心 這個生命是由我們日常生活 不只是去軟旋的時候 在我們日常生活,人家有不開心 我們感受到不開心 但有些人呢,怎樣的心態呢? 我都很多痛苦,沒有人理我 我都很慘 你不理我,我先,要我理你 有些人真的是這樣 有些基督徒都是這樣 很怒吵 如果你之前聽我說 我都是很慘的 很激氣的 為什麼呢? 人看問題就是這樣 如果你經常看問題,就很慘 我們都會有慘的地方 如果你看神的因典,就有很多 所以在聖經裡面教我們 不要數算 從來聖經沒有說到 你數算你的困難有多少 你數算的因典 數算神的因典有多少 當你數算神的因典 你就說 我真的很無福 我要大大祝福人 我的困難不重要的 很多人就怎樣 有困難 他有困難,他就在下面 打落了 但我們應該怎樣 我們說有困難 神將我放在高處 和他一起坐在天上 我們已經是得性的 我相信神一定得性 一定有出路的 有什麼困難,立刻相信 這樣的時候 我們神就可以使用我們了 所以我們有連聞人的心 和沒有堅持紀念 我們教會合一 去一起服侍,去傳播音 個個都去欣賞人 因為每一個人神都用 神都有 每一個人有不同的意見 摺納別人的意見 有一個東西神教導我 我太太有時候對我們 我太太我們兩個之間溝通 百分之九十九以上 是屬門正面鼓勵安慰的 剩下的那部分 不是賊委 而是有時候提議 有些地方提議我改的 通常我說 多謝你 因為我覺得他提議我 是好的 讓我有機會提升 即是覺得 人家告訴我們 有什麼改善 是好的 不是不好的 即是他在攻擊我 是在建立我 這個心態就不同了 所以不要堅持 我說是對的 你以為我聽我說的 我們就不能宣教 我們身為人 一定要給神改變 不要堅持 你不要控制人 不要恨制神 托付我們 是去祝福周圍的人 這個正面思想和情緒 都是負面的 很重要的 要常常起狼不住的 祷告犯事謝恩 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呢 基督徒有很多負面思想 我那時候做很多教導 是處理內裏面的負面思想 處理生命裏面的苦度 不開心的 很多基督徒都會 哎呀 好慘啊 覺得困難啊 人生很苦啊 哎呀 耶穌快回來 那是什麼事呢 耶穌快回來 我快去上天堂做事 很多人的心態 就是很慘啊 做人很苦啊 是一個很負面的 很淒涼的狀態 致念的狀態 看到很多不好的事 哎呀 教會什麼不好啊 什麼不好啊 就是整天都看到不好的 這些思想 全部都是不好的 那你說 如果教堂 或者聽到什麼不好 怎麼辦呢 不好 整個小時候都有不好的 不好 就努力去做好一點 是不是 提議 有什麼可以做得好的 提議呢 就不只是說 牧師啊 哪個人做得不好 不要這樣提議 也就是說 有些戰設性的提議 還有你自己投入去做 不要只說 你們都沒有做什麼的 那這個提議是沒有用的 你說 我提議一齊 我幫你一齊去做好 那這個提議是最好的 就是能力一齊自己投入的 是一些建設性的提議 代替一些負面的批評的說話 當我們時時正面的 處理理念所有負面的說話 很多夫妻相處 就會講很多演磨我 我也做很多賓人輔導的 我發覺很多夫妻 跟她聊天 她們會在說話的時候 她們會怎樣反應呢 比如我說 你可以試試欣賞對方 那我太太的眼神就會 她們都會做到 那我就問我太太 我說你這句話 你覺得這句話 是會鼓勵你的丈夫 對她有什麼影響 那我太太就說 是的 可能都會令她有些不開心 有時候我們一些說話 我們就覺得鼓勵其實就不是 就說她不行 其實就刺一刺她 很多人的溝通是刺一刺人 用針 經常用針刺一下人 譬如叫人家鼓勵 別人做什麼 都會指出她有什麼錯 你上次也有什麼錯 經常都說 你不聽話 你讀書 你不必時做乞丐 你刺一下她 你將來做乞丐 我們應該怎樣欣賞她 就說 你也有勤力 雖然這次不好 但我看到你勤力 我很欣賞你勤力 有讀過書 你可以讀得更加好 即是欣賞她有做過的地方 她是覺得有鼓勵的 盡量用精編的 但精編不是代表看不到她不好 而是用精編來幫助她 勝過她的故事 這樣的時候 我們的生命就影響 周圍的人 看重生命和欣賞的心 經常欣賞周圍的人 但是美善的人 都去欣賞的時候 你就說 這些人 我真的要把耶穌帶給他們 我們一起合作 我們同心合意 在弟姐妹 有些很想 教會裡面有更多的宣教 更多的傳道 更多的祈禱 我們就支持他們 去欣賞她 凡是真實的可極的公義的清潔的 可愛的又美名的 有什麼德行有什麼稱讚 都要思念 感謝神 為了牧師 為了傳道 感謝神 我希望大家聽到今天的訊息 是會真是忠心做什麼呢 代討 為了宣教代討 為了教會的事工代討 為傳道工作代討 支持本堂的傳播音工作 經濟和精神支持宣教和轉宣 真是願意投入 給神使用 真是說 神有一天我們要交仗的 我們很想我們周圍的人得救 我們很想更多人 能夠成為神的兒女 也很想更多基督更加愛著人 宣教其中的部分 不只是傳福音的 你有留意耶穌說 你們要去使萬利 藏門徒 奉父子聖靈的名 給他們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 都教訓他們遵守 是嗎 這就是建立靈命 幫助人遵從神愛 這包括在我們教會裡面 就算我們 首先更多遵從神 也鼓勵其他人 更多遵從神的時候 更多人給神的生命改變 我希望今天這個訊息 是僑慌我們 要我們醒過來之後 我們不可以逃避 可不可以逃避神的 要罵罵便會逃避到神 不能夠逃避到神的 你想不想逃避神 因為你說不會的 我真的去做 有多少人聽到訊息 我願意去做 你可以舉起你的手 我願意在我周圍 影響我周圍的人 我要安慰他們 笑一下對他們笑一下 關心他們 我要建立這個教會 可不可以舉高你的手 貼住你的手 保住你的手 誰想你舉高你的手 神是我願意 神是我願意給你使用 我願意把我生命獻上給你使用 我願意親近你給你改變 可不可以 可以 你可以有很大的分別 每一個人都可以有很大的分別 每一個人都可以有很大的分別 在短孫和長孫任何方面 你又支持鼓勵 你可不可以站起來 你向神祈祷 你向神祈祷幫助我 求你懈念我的罪 求你洗淨我一切的罪 求你結淨我的生命 我想大家 還有一個行動更加勇敢 不如走到前面 你如果真的願意 你去神是我願意的時候 可能你舉起我的動力 有些人說你應該走出來 如果你不肯走出來 你就很難去做 因為你做要站出來 你要踏出來 你要做一些事情 你願意的話 你今天願意 我叫醒你去前面 一起為你祈禱 一起為你祈禱 神是我願意 這個膽量也是很大的 神是我願意踏出這一步 我願意成為一個宣教者 不是一定做一個傳道人 不是每個人都做傳道人 你會不會在一起 你也會不會不成功 你會不會避免 你們快樂 使你還是在一起 你還會不會避免 我會不會避免 在一起 有人為你發福 你會永遠 你會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